穆斯林的神圣星期五 烽火燎原 在耶路撒冷 巴勒斯坦人在礼拜后 参与怒火之日集会 还涌向旧城区城门 结果和警方爆发肢体冲突 加沙地带的清真寺 呼吁穆斯林上街抗议的呼声 响彻允销 青年在街上粉烧轮胎杂物 单单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连续两天的几名冲突 已经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八十多人受伤 多数都是遭橡胶弹击中 以及吸入催泪烟雾 另外以色列靠近加沙地带的斯戴罗特镇 星期四遭到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袭击后 以军随后空袭加沙地带北部一个海滨城镇 巴勒斯坦卫生部指出 报复行动导致至少二十五人受伤 包括六名孩童 抗议活动遍地开花 比起中东世界 美国华盛顿的穆斯林 选择以较为温和的方式表达不满 在华府外集体礼拜 同时抨击特朗普的决定 只是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将阻断以巴和平之路 希腊首都雅典 也有五百多名巴勒斯坦人 游行到美国大使馆 一路上怒吼解放巴勒斯坦 斥责特朗普的举动如同摧毁巴勒斯坦 不会轻易妥协 并焚烧美国国旗宣泄不满 全球各地怒火冲天 以色列却走在另一个极端 最大城市特朗韦夫的市政厅 在建筑外交替投射出以色列国旗 以及美国红白蓝色国旗 以示打谢特朗普 不过并非所有以色列人和犹太人 都认同承认耶诚的举动 认为这只会打乱脆弱的中东稳定 三国旗宣泟 看起来